不知道 我们当然讲 看政治都有虚实的两面 虚实的两面在表面上是 怎么柯美兰去骂蔡皮如 跟蔡皮如说 你没有资格谈论我们家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了战狼小姐姐 陈志涵就出来跟她对干 对干蔡皮如坚持说 有啊真的有去看的 而且通过绿舰的时候 把这个病例给了柯文哲 可是你说这都是表面 这都是玩假的 真正的他们在夺权 一首掌声响起 似乎唱出哥哥柯文哲 孤独站在舞台的无限感慨 柯美兰恩号下午出席 民众党在彰化的挺科音乐会 表达力挺决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涉入金华城案遭严压两个月 妻子陈佩琪也发文高喊抗告 却引出一堆网友喊 快叫橘子回来 因为现阶段 柯文哲的贴身秘书 橘子徐止瑜 遭通气神隐 外界都在呼吁 要民众党赶紧联系橘子 现身说清楚讲明白 毕竟之前柯文哲在八月底 请假三个月 眼看期限快到 民众党又该如何面对 没请假的党主席呢 柯文哲也请假三个月 期限也到了 那应该是直接就是推派的人 代理党主席啊 而不是说让柯文哲 可以无限请假下去 这样不合理吧 外传民众党倾向 继续力挺柯文哲 暂时不考虑推派代理党主席 但党内各方派系 黄珊珊 陈志涵 蔡壁如等 还有声量最高的黄国昌 立委 立委王世坚质疑他假传甚至有意巩固地位 王世坚哦 作为黑科产业的第一人 他真正希望的恐怕是看到柯主席不断的被关押 他看到的是希望台湾民众党被中击 只要柯文哲还在看守所的一天 民众党主席位置坐得摇摇晃晃 除了自身难保 能不能带领小草稳住民心才是关键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12月7号党继续改组 党代表改选 然后到什么呢 到12月下旬要选出新的中央委员 所以再怎么给他拖 拖到新中央委员出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共同面对 这个没有党主席的事实 因此依照民众党的规定 他必须要在12月或是1月初的时候 要选出这个 共同推出一个代理党主席 那这里面很简单 据我了解了 我们的毕如姐对这个事情 非常有兴趣 然后黄国昌不在话下 当然也一直 你看做这种非常暴冲 不合理的这种 他把这个柯文哲已经解释成训道者 这个变成saber 支持柯文哲 民族的救星 这种荒谬的事实出来 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有意愿的人 因为还有 另外还有一个 还第三个人 叫做林复兰 利用他的党主 他的这个 帮他这个发言 在美女上面讲什么东西 说这个林复兰 是柯文哲指定的 一代招 对 一代招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就皇帝挂了嘛 他指定你当皇帝嘛 所以真正的心态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知道柯文哲挂了 这是真相 没有人期待柯文哲出来 都在等 我每次问的民众党 说我们一个一年 有一点六个亿啊 有一亿六千万可以领啊 这个党主席有得干头啊 还有八个例外 大家都在想这个东西啊 八个例外谁理谁啊 当然所以为什么 今天黄国昌最积极嘛 本来应该是黄珊珊有机会 结果被我们被中评委 搞了一个停权三年嘛 完蛋了嘛 所以在民众党内 一点机会都没有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 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这些人都脏了嘛 这些脏人继续搞民众党的话 民众党一定是团灭 好 喂 刚刚讲的 现在民众党已经为了 后柯文哲时代做准备吗 现在黄国昌 现在的这个蔡壁如 大家都已经磨刀磨磨了吗 我刚刚我听阿苗在讲 现在目前民众党 已经非常危险了 因为三头马车会怎样 会车裂 目前是黄国昌当头 可是有讲林复南 那是柯文哲指定的中央委员 还有一个人 我现在马上直接点出来 蔡壁如 第一次被讲到蔡壁如 是黄国昌的回答 我觉得有点不妥 他说台中市的顾问 他不可能 等一下我可以不干台中市顾问吧 蔡壁如如果不要干台中市顾问的时候 他不能回来吗 所以这个目前的点就在于 两个阶段 第一个 柯文哲这个状况 我知道民众党支持他 还很支持他 可是他不能下决定嘛 两个月的积压 甚至还更长 所以呢 现在受到司法调查 该不该辞掉民众党党主席 或者是对他进行停止党权 刚刚没有在讲 没有错 黄山安指示 总干事没当好 停权三年 现在是直接被收压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处分的问题 安总共这个双标党 党主席出事了 可能要被起诉 或者是哪一天被起诉 看起来黄国昌也认为被起诉 你都不处理 这会有问题 所以今天民调是 百分之六就认为说 柯文哲他应该要辞掉民众党党主席 或者是停止党权 好 那把这个问题来 第二个就来了 那谁接党主席 黄国昌也认为被起诉 你都不处理 这会有问题 所以今天民调是 百分之六就认为说 柯文哲他应该要辞掉民众党主席 或者是停止党权 好 那把这个问题来 第二个就来了 那谁接党主席 对 好 那现在目前我所知道的 今天第一次在关键是跟大家讲 他们还是割舍不掉柯文哲 因为他就是一个创党人物 可是既然没有人敢接党主席 好像也不该这么做 太残忍了 就算一审有罪 说不定二审翻盘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方向会是 找一个人当副主席 所以当副主席的人 他就是 我没有取代柯文哲 我只是副主席 可是主席被关 主席在处理相关的官司 所以副主席就形同是实质的主席 或括号代理主席 可是名称叫做副主席 不会叫做党主席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现在只有他做C位 然后关键来了 这个话题已经被问了一个月了 华国昌永远都讲 我们关键很早就讲了 他民调冲上来 在立法院那段期间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见缝插针 我跟主席之间 这个感情非常的坚定 但是今天很重要的 我看我也吓一跳 大家在问他 记得问他说 民调讲说 应该要辞掉党主席 或是找人逮代理主席的时候 他说五个字 我们会参考 我们会参考 他就说他会参考民调了 被称为是道德的长城 人类的明灯的黄国昌 照样你今天 民众党发生了 这么多狗皮刀招的事情 而且这非常严重 按照刚刚所谓所说的 你今天等于是 柯文哲掏空民众党 你把民众党的财产 直接捞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那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而且从1996年来 整个台湾有总统大选以来 没有人敢把这种选举补助感 当成放在自己的口袋 不再放在自己的口袋 还去买房子 跟你的居住正义是完全违背 不要忘了 馆长跟黄国昌 还办了一个716的大游行 在这个凯道上面 呼吁说 结果你自己的党主席 干了这种狗皮刀招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更妙的是 黄国昌今天被问的时候 都不敢放 是 保险哥 你曾几何时 看过立院咆哮地黄国昌 听记者讲这么多的话之后 竟然讲了一句 这个完全没有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个主席讲过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竟然完全讲不出话来 没有办法回答 而且你知道他声音 讲不出话来 他本来是立院咆哮地 就远远就可以听到他声音 结果据说他在这场采访当中 那个我们要听他讲话 你要看到音被七八十 他已经不是讲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吗 真的 大家都想说奇怪 以前黄国昌讲的音大概十 你就听得非常清楚 你现在把音量转到七八十 根本挺疯 你还只能听到 完全没有了解 你一直在讲说 这个问题 没有回答 没有答案 没有话可以讲 所以现在凸显出 黄国昌对于整个民众党 包括柯文哲现在困境 是没有办法回应 那为什么 很多人讲说 黄国昌这刚好是你可以大棒决筹 趁这个机会干掉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在当时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他入党的时候 有签了三点的协议 第一点协议 他跟柯文哲互相尊重 所以尊科第二点协议 所有党务的运作 他完全不介入 第三点协议 第三点协议 重大争议时 他不代为发言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厉害 早就防他了 早就防他了 所以在现在 他就知道 黄国昌如果不用这个紧箍咒 把他给咒住的话 黄国昌怎么可能 会错过这个大好时机 而且你讲说黄国昌 今天都不敢放一个之外 今天连黄三三也不见了 你现在看 感觉到一个就是 现在柯文哲真的是六神无主 而且他现在旁边有那种重判清理的感觉了 当然重判清理 包括以前最支持他的这些钢铁粉们 现在一个一个出来咬他 还有人直接咬他什么 上次我们也讲过 直接说你们那些钱怎么分 他都已经有人在传说 然后现在还包括他的一些 以前披着他的战袍 出来选的一些立委 然后当然是落选了 现在直接要清党 清党什么意思 告诉柯文哲 请你辞掉党主席 柯文哲等同于民众党 现在接二离个三 不断的有之前披着民众党 那个战袍的落选的这些人 出来说柯文哲 请你退出民众党 柯文哲 请你这个自己自我了结 柯文哲 如果你真的想要民众党活下去的话 就你 请你安静的离开 这些人以前是仰望着柯文哲 现在 死他没有叫你滚 那成绩何时 落成这样 因为很简单 柯文哲现在对于民众党来讲 不再是资产 而是负债 昨天每日有电子报里面 对于柯文哲的反感度 竟然大于人民对于民众党的反感度 而且你要记得 这个民调是还没有爆发 4300万元现金 去买下这个商败房子的这件事情 所以再经过这件事情 再加上现在包括北市科 包括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都不断的杠上开花情况之下 柯文哲这个对于民众党是个负债 这个负债恐怕如滚雪球般的 越滚越大 所以现在面临到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什么关键时刻呢 我们即将要目睹 柯文哲被他一手 清创 草创出来的民众党给逼宫 所以在这个逼宫此时 那咆哮帝皇国昌 到底要不要违反这三点协议 出来对着全国人民大喊 太离谱了 董事长 我本来看不懂说 你今天要号召群众上街头 你要直接跟人家呛响 你选择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前面 结果你就觉得说 你又在手术两端 我看不懂 可是我后来你帮我点醒了 你说这是柯文哲的最后的悲鸣 对啊 他是19号这一场 本身那个场地的选项 就是表现出非常大的恶意 但是没有力量 所以我称之为 那个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悲鸣 没有力量的悲鸣 今天就反射出来了 他今天就开始对他19号这个失败 先铺垫一个场面出来 要讲一些大家全部懂的东西 最大的谎言 叫做一向主张政党和解 今天立法院会那么乱 就是他的主张搞出来的 但内部有两种力量 一边要主张要跟国民党合作 一边要主张要不跟国民党合作 另外第三点 你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今天还是有一个没有出现 黄珊珊 对没有出现的缺席者是比较重要的人 黄珊珊没有出现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黄珊珊没有出现是他不让黄珊珊出来了 大家都搞错了 民众党的所有一切的行动 拍板定案就是他 他就是雍正嘛 你要来 你不要来 谁决定 他决定 当然是他决定嘛 所以他不让黄珊珊最近跟他同台 你要回到当时有个画面 你记不记得 当时在谈北市科还是谈哪个 所以不是黄珊珊自己不要去的 黄珊珊有自主性吗 没有吗 从来没有 不知道科文哲怎么会有自主性嘛 黄珊珊跟他有任何一个案子 在黄珊珊管辖的副市长范围内的案子 包括我们昨天谈的那个什么市场处的案子 盖那个烂尾楼 那个是黄珊珊督导啊 包括那个什么北市科 黄珊珊督导啊 所以只要黄珊珊盖过章 才会到他盖章啊 中间有个副市长的合章 所以那三大案跟黄珊珊都有关系 所以他要黄珊珊不要出现嘛 你知道吗 他现在在怪谁 他在怪黄珊珊嘛 柯文哲的反应你要理解 我非常了解他 他出事情的时候 他是先怪别人 怪天怪地怪别人 怪天万天万地万老 非万老不万多 都是他是对的 他是好的 这是他几十年的生活传统 不会改变 所以他现在怪谁 怪黄珊珊嘛 因为他一直 他身边有人告诉我说 他会重用黄珊珊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什么理由 黄珊珊本身是律师嘛 是一个法律人嘛 所以他敢盖章的 很多原因都是因为黄珊珊 敢盖章他敢盖章 他是因为黄珊珊 他现在已经觉得 被黄珊珊害到了嘛 所以你要解读他这个 背后的背景要搞清楚 搞不懂要干什么 他在火大黄珊珊 火大了 然后切割黄珊珊 丢包 他到时候一定出庭 都是黄珊珊叫我干的 他绝对 他今天的讯号就告诉大家 所以黄珊珊继续 明天不敢出现的 黄珊珊讲的任何 他最近干了一个飞机室 你忘记了吗 又干了什么 袁大嘛 袁大谁搞出来的 不是黄珊珊搞的吗 又他搞的 黄珊珊在地方讲过 他在他的脸书上面讲 袁大你要来的人 时间地点都有 你不要推脱 结果袁大就是因为 黄珊珊写的脸书 袁大才跟你拼了 对 袁大开始有声明医 然后又发过去 电邮一大堆通通把他老 家中的这种典藏的宝物 通通丢出来 搞到袁大这个事情 检察官一看爽歪了 跟你这伪造文书确定 这个伪造文书确定了嘛 所以黄珊珊是一个 法律知识极为不足的法律 律师人 然后呢 柯文哲悟信他了嘛 所以后面都谁出现 黄柏超 没有 每一次战狼小姐姐 所以这些的规划 他全世界只听两个人的话 他只听两个人 他的无解会 我都忘记了 我找到两个人 一个战狼小姐姐 一个是黄珊珊嘛 那现在黄珊珊出局了 战狼小姐姐 战狼小姐姐主导 又一步一步把带到土城去了 带到土城 好 玉凤 刚才讲现在 柯文看起来非常焦虑 他现在手术两端 这个焦虑这个手术两端 真的 跟他面对的 也就是他不像他讲的这么轻松 这三大案检调办下去 真的会伤筋动骨吗 我们今天看到了 手术两端的柯文哲 其实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司法侦查 他一路以来都是念医学的 他一路以来没有犯罪的一个训练 所以他 没有犯罪训练 他根本搞不清楚 那个世界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可以感受到一个压力 那个压力就是检察官 磨刀霍霍 准备要砍上他 所以他现在想要把群众带上街头 看能不能够用这种政治的动作 哈一下检察官 但是这个哈不住的 你现在对付的是谁 是北检的检察官 所以你今天讲的很多东西 其实你看他说的话 都是情绪性的 他以前其实讲过一件事情 他在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就说 你要看一个人到底是有没有底气 到底他讲什么内容 你把一些情绪质的自己也拿掉 看他有没有一些骨干 他今天讲的东西 不是说议员 你们当初都在议员 你们这什么东西吗 人家突然清醒了吗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今天唯一讲出来的这个金句 有内容吗 没有 没有内容 所以表示我们柯文哲的主席 他也已经慌了 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把时间定在5月19号 为什么 其实他就希望说 你可不可以5月19号之前不要传我 你可不可以 为什么 示缓折缘嘛 因为他也知道说现在 他在拖时间 对 他现在讲说 他在拖时间 没错 你不要在这个时间弄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5月20 我会去参加这个party的 我5月20 我会去参加这个就职典礼 我希望的是一个政党和解 所以你不觉得 他今天走上街头 站在这个我们对面 那个监裁员前面 我一开始觉得 我今天应该是要来跟你拔刀相向的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整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吞吞拖拖的 所以呢 他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他想要把人带上去 可是呢 我又不希望你太生气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不可以 大家叫聘叫聘 你退步 我退一步 好不好 反正你只要 跳tango啊 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先把时间划出来 5月19号 如果你不要太 太刁囊我 5月19号之前不传我的话 那我5月20 我就去参加你的旧时典礼 这代表意思就是说 可以沟通 可以协调的 你们不要这么狠 所以他今天在监察院前面 那个样子 站在一起 我就觉得看不出一点火药味 看不出一点决定要往前冲刺的感觉 照一下 你这个时刻是要拼了 对 照一下我都感觉上你应该绑头巾了 没错 其实今天那一场 他才应该是义无反顾拼一次 因为政治的东西是需要能量的累积的 你今天正常要说出一些大家比较可以振奋的人心 对啊 我今天要被你这个阿伯带上街头 不管真的假的 你给我一点方向嘛 给我一点目标嘛 你在那边说 哦 政党和谐 你你在说什么 听成这样子 你到底想不想把人带上街头 只有一个说法 他也不是想带上街头 如果你可以的话 给点面子 5月19号之前不要传 给点面子 5月20号 我一样去参加你的party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事缓折缘 因为他应该知道 北减很想在5月20之前 把他给传过来 真的假的 一定要这样子啊 5月20 赖赏要上任的 你有机会 所以现在刚刚讲的 北减跟联政署的动作 都是在5月20号之前 对 要办他 现在已经在加速 已经在加速了 然后呢 柯文哲他今天想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今天5月19号 我就是要上街头了 你会不会因为 怕被人家说 你这个政治 你跟这个司法 两个汉格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他搞错了 北减没在心道 北减从来不怕这个 我们在议会 听你柯文哲胡说八道 我们都相信你的 所以柯文哲现在被质疑 这些东西啊反过头来问 议员说 那你们当时在哪里 这种感觉像什么 你知道吗 像小偷啊 偷了东西之后 然后没被抓 过了两天之后被抓 然后还痛骂警察说 我抓 我在偷东西的时候 你人在哪里 你为什么当下没有抓我 你两天后才抓我 你警察真的是黄八蛋 是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啊 为什么黄珊珊 在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 今天的这个出草 519的这个会议里面 居然没有看到 黄珊珊没看到 是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太匪夷所思了 你民众党也才八席的立委 黄珊珊是你重中之重的人吧 为什么他没有在里面 是不是代表你们自己 内部已经出现了矛盾 还是说黄珊珊是个律师 然后呢 对于这个三大人 人家对他质疑的时候 他会针对细节去做回答 可是现在回答细节 对柯文哲不利嘛 都出问题了 是嘛 所以你看 而且你特别前天讲过 原大就是被黄珊珊逼出来的 是 如果原大那件事情 黄珊珊不要讲得那么细 说我跟你约了时间地点 都依照都有资料的 然后原大就说 没有啊 你看他今天把email拿出来了 说我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拒绝你 不愿意去参加这个会议了 所以原大已经把email拿出来了 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黄珊珊讲了太多细节 但问题是 柯文哲现在针对这三大案的细节 是经不起讨论的嘛 以金华城来讲 金华城之前黄珊珊是不是一直讲说 没有问题 这全部都是这个 都委员所说做了决定 结果我一把资料拿出来说 你金华城就是跟柯文哲陈情 柯文哲只是都发局去办 而且违规违法使用 比照诸根条例的 就是你柯文哲盖章 所以你说 你有发现吗 黄珊珊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回答过这件事情 就没了 没有 现在出来回答的都是谁 战狼小姐姐啊 战狼小姐姐都出来骂人啊 骂人家说什么脑袋很好用啊 柯文哲盖了章 柯文哲就要负责 没错 柯文哲就要负责 所以柯文哲在520之前 等着北俭去调他了 所以真的北俭可能在520前都 当然啊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内部消息 柯文哲最近啊 一直在积极的拜会 过去曾经担任过检察官的一些友人 来了解接下来 他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些程序 这么严重 是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有怕吗 当然也有怕 要不然依照柯文哲 哪有都在骂人的啊 你骂人家是你自己呢 你是小偷 偷了东西之后 然后你来骂警察 为什么当下没有 我觉得这些事情 对小草来讲都听不过去 而柯文哲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讲细节了 没有办法用细节去说服人了 所以他只好乱讲 柯文哲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我直接跟我讲啦 柯文哲他现在就一个成语 他叫首属两端 首属两端 方寸大乱 他在乱七八八这也干嘛 为什么 来我先问一件事情 请问你知道柯文哲他们游行的主軸 到底是什么吗 他游行说什么 民众做主啊 民众做主是口号 哪有人当民众做主 台湾本来就民众做主了 不然我们总统鬼选出来了 人民选出来了啊 所以以前不管说你是洪仲秋啦 揭开国保部的这个所谓的面商 或是反黑箱啦 或是当时你反红媒 你要一个非常清楚的诉求 搞了半天 民众党519上街头没有诉求 对嘛那你 既然举办在民进党中央 所以你一定是要跟我讲一件事情嘛 民进党做不好吗 那做不好有两种 一个叫做蔡英文做不好 一个叫做赖清德 你觉得他的人事布局不好 结果我们今天听到柯文哲讲说什么 笑死人 他致辞地段 我跟人对这个赖总统 等一下抱歉哥 他叫他赖总统 赖总统 他不是叫赖清德 也不是叫准总统 也不是副总统 你不是去踢管吗 对然后不是 他第一句话你猜猜看 他跟赖清德讲说什么 讲什么 他对啊第一个评论是 祝福你 祝福 祝福赖总统 是不是你开什么玩笑 等于说今天人家隔天要办喜事 然后你前一天跑到人家家门口 把人家大门踹开 走进去的时候 找到主人说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大概就是这个程度 所以柯文在干嘛 然后好 他有有有 他有指标题 指标题讲说 哎呀我要宪政改革啦 我要这个司法改革啦 我要什么改革 他有四大改革啦 那保洁哥请问一下 四大改革的主体性在哪里 在哪里 那是立法院啦 那不是立法文现在正在做吗 对 所以关你到底柯文哲 你去跑去民众 民进党中央 去踢馆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现场发生的更好笑是什么 什么更好笑的事情 他叫民众做主 对不对 就柯文哲还讲 说我给你讲 欢迎这国民党民进党朋友 大通通一起上街头 很好啊 你欢迎蓝绿啊 就现场就坐着一个 民进党的这种知识台独人士 他背面你知道写什么吗 台湾Republic 就你知道柯文哲做什么吗 以民优先 然后做什么 脱去旁边 脱去旁边 直接把人脱走了 不是啊 柯文哲你不是说要大家共襄胜举吗 人家民进党来 你为什么要把他拖走 对 很显然他整个方寸大乱嘛 而且保理哥 民众党有没有人上下一心其心 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叮盖一变成 照这样大致重大集会 对 所有人都要到场嘛 结果 你知道谁没来吗 谁没来 黄珊珊没来 黄珊珊又没来 就黄珊珊一个人没来 而且陈昭之也没来 陈昭之也没来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既然你讲说 大家如果有心要改革 大家要齐心上街头 但你连党内内部都不齐心嘛 所以难怪口号喊到李莉拉瓦 而且讲白了 今天他要去骂蔡英文 骂赖心得 对不对 请问保理哥 理论上来讲 我到你家门口踢管 我是不是就是对着主人 对着世主 对你叫骂 当然 游行是何等的强度 我要找这么多人上街头 你要给人家能量 你要给人家目标 你要给人家 为什么我要来这个地方 就能生日快乐 对 就保理哥 我跟你讲 柯文哲更了不起 他在整个致死介绍活动过程当中 因为在他今天记得回事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嘛 他有讲 他有讲到赖心得 蔡总统 然后还有民进党 就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 他说 赖总统 我跟你讲 他曾经讲过说什么 蔡英文总统 曾经讲过说什么 就都在引述 完全不敢骂他们 所以你说他今天 以明明要去踢管 言必称蔡总统 言必称赖总统 对 比如他就会这样子 我跟你讲 赖总统曾经讲过说 这个希望超野和谐怎么样 下一句话你知道他会接什么 他说 但我跟讲民进党 八年来不断的跳票 他只要骂人的时候 他就切换到民进党 然后称赞的时候 引述的时候 言必赖总统 蔡总统 换言之 这八年到底是谁执政的 蔡总统 但能不能提 不能提吗 他不敢骂 只能骂民进党 不能骂蔡总统 所以我帮他想了一句口号 叫做什么 骂日 但尊赖 然后不谈音 就是只骂民进党 然后尊重赖金德 但是绝对不碰蔡英文 所以你就讲说 这整个游行的焦点 他都私出无名嘛 而且柯文哲 就连今天除了谈这个游行之外 大家就问你一件事情啊 你柯文哲是不是想要转移五大案 是不是想要转移焦点 就把柯文哲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都回答 他全部通通都一推三不管 打太急 比如说你问他说 沈青青为什么跑去你办公室 柯文哲这叫万用姐 他直接讲 我跟你讲 当市长 不知道多少人每天来我办公室 我跟你讲 很多啦 我哪会记得 又闪 那你刚才讲说 你游行是不是想要转移焦点 那你刚才讲说 现在蓝绿议员都在监督你 就他讲什么 我跟你讲 我每一个案子 我这个蓝绿议员都省过 难道他们是摆叉吗 怎么可能 反正就是 全部都怪别人 所以我就搞不懂 今天柯文哲在监察院这边 做了一场大戏 然后呢 到底要骂谁 也不知道 问他问题 也不回答 结果保安九哥 但是他确实 他根本就是设立内任嘛 没有错 但是首属两端 因为今天请问一下 出这个主意的是谁 据说是陈志涵 陈志涵叫他上街头 就上街头 你得要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打到什么效果 第二个 你真的能够叫动人吗 如果到时候场面很难看 怎么办 第三个就是柯文哲 现在根本心逃 他心哭就会了嘛 心哭就会了 所以他等于说 我是头洗到一半才想 我不想洗刑吗 好像也不行 所以只能用这种 求寸求寸的方式 但有哦 柯文哲今天有骂一个人 保抵哥唯一被他骂的 你知道吗 骂谁 他骂陈志涵 他就只找 反正找不到组织 找那种陈志涵算账 他从头到尾都在骂陈志 不讲 我还以为现在无二理事 陈志涵要就任我们的 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说 他今天的表现 真的太微妙了 他根本一场闹剧 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 他说我会参加 如果你真的觉得 人家过去八年做得很烂 你觉得有什么 宪政改革 司法改革 什么改革都没做好 他说没有 我现在五二零 我还是会参加 不但我会参加 还说 我要主张政党和解 你要主张政党和解 你前一天就要跟人家踢罐 对 他先分裂在和解 他是一五七吗 你冲突妥协进步 你沉水扁 不是这样玩的嘛 对不对 因为今天柯文哲 讲到这个面 各位我讲有点美感 第一 他去踢馆的时候 他说他要骂民进党 说民进党做不好 但是呢 他对于赖金德跟蔡英文 是十分的忌惮 各位你有兴趣可以重听 他是忌惮到不行 那第二 他又回答说 啊 但五二零之后 理论上讲 你去人家家里砸场子 砸完之后 然后你隔天还说 他喜宴我也要参加 有这种道理吗 当然没有啊 这有没有道理 但柯文哲做得到 因为他智商一五七 他什么都做得到 对啊 他子弹打不穿 他可以说是 财团是刀叉吃人肉 另外一边 晚上就这样 就跟财团 麻吉麻吉 不是啊 柯文哲讲话都有下文的吧 上连财团刀叉吃人肉 下连我柯文哲帮你端盘子 对不对 你总要能端盘子吧 他就专干这种事情 所以很显而易见 为什么我说柯文哲 过去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张法 都有他的阴谋 都有他的目的 但很显然 这一次在这个519游行上 他是完全乱了套 手疏两端 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 董事长 我最好奇是 你说 你说没有什么意外 他妈妈讲话都非常的精准 他妈妈居然讲 2028 能不能选不上 也没有办法了 现在柯文哲最严重的问题 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 我今天讲出来 全台湾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同意 但是我敢做这个大胆的这个推估 政治生命没有了 因为很简单一个事情 他会爆那么多事情出来 并不是他讲的那么一句话 媒体很坏 不是媒体吧 这个人又贪财 人又手又不干净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他去年在选举当中 跟国民党签了六点协议 这件六点协议签完之后 借着蓝白盒骗了台湾一堆人的钱 最后又骗了一堆票 然后呢 最后全世界都关心台湾选举的人 都知道柯文哲是什么 是骗子 你要知道吗 他是前面有骗子 后面有弊案 才轮到今天这个龟行孤传会 不是大家在害他 因为如果他今天的信用 小弟在台湾很简单 勇敢的媒体人 从来不说谎 很简单 来正面对决 他有这种信用吗 他是骗子 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 那你说他就政治生命没了 结束了 开庭他就会崩溃 他就会跟上一次一样 哭得像个小孩一样 整个民众党就崩盘了 他有这种微味救兆 没有这个问题啊 没有那么多微味救兆 没什么救 贪污犯就贪污犯 还救个鬼头啊 就准备去土城进了 就是土城报道 知道未来的命运 未来好一点的话 十年内在官司缠身 以后再过的半年 你连柯文哲谈都不想谈了 因为每天跑法院 要跑十年 因为贪污这个东西 要打三省定业 所以难怪今天 他在跟这个傅昆奇握手的时候说 不要再帮我加油了 他不知道他未来多惨 因为我看过很多 像他那么悲惨的人物 黄国昌跟徐晓星 一样都最红啊 然后你半年后在哪里 不一定嘛 对不对 这个赖清德 百分之四十得票率而已 明年是四十吗 可能不到七十到六十不一定 但是我注定 柯文哲明年不会存在台湾政坛上 你说政治起起落落 但他确定了 他已经确定只有向下滑落 他就是一个向下 急速坠落的一个政治的流星 他已经结束了 他没有任何将来 我觉得这里面不合理啦 第一个我是包商 我也不敢来标这种案子啊 因为你公务员承诺有什么用 柯文哲就走了啊 那公务去中也走了啊 所以能够承诺 你承诺我四十几亿 我偷偷派去听你这公务员承诺的 柯文哲我们当包商的人 不会相信公务员 给我们的私下承诺 你合约给我签好 我都担心你合约给我出问题 所以没这个事情 不会是包商相信承诺 这个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说这个很奇怪 就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就要去查队原始的开标原图嘛 对 如果原始的开标原图里面 应该是到八楼 到现在追加一百九十几亿以后的 完整设计图嘛 它什么叫减项招标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所谓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有分成十大项 然后变成一百个中项 然后一万个小项 这叫做项目 它把其中一些有功能性的项目 就拿掉 就直接把那个标单里面的几张图撕掉 在开标 有这样子标的吗 第一个我是去投标的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盖出来是个半成品 或是一个烂尾楼 我怎么验收啊 因为你最后公务员要验收的时候 不是你公务员 不是你工程 不是你公务局来验收 市场处使用单位要来啊 不能使用怎么验收 用怎么验收呢 因为有功能性缺失怎么验收 所以这个标怎么标呢 所以这里面太怪了 然后它居然胆子大到 最后让它开标 我是想说 可以再追加四十几亿 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金额吗 因为这个应该要另外再开标了吧 因为这个跟主体工程的一百二十几亿的差距 张三成多四成的钱 这很不合理吗 这个在审计法里面可以通吗 审计法可能都不通嘛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在审计部在报的时候 它本身就有财快啊 它主计数会让它合这个标吗 因为这个标不是你柯文哲批就可以 它还有主计单位 主计单位是听中央的审计单位直接管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有好几个单位介入 还有 所以这个怎么搞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法嘛 因为你就是说讲简单就是不合法 就是你开了个标 然后盖了一个建筑物出来 不能用 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要用可以 你现在我柯文哲现在人走了 现在谁 那苦主是谁啊 蒋万安 都买单 钱来继续干 不拿钱 我这个丢给你 我走人了 就是这么回事 你刚才讲的烂摊子 他就是标一个烂摊子出来 让蒋万安收拾 有这种事吗 他当年八年市长 对 IQ157 他旁边的副市长 市场 市长处 是谁监督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谁监督啊 不知道 黄珊珊监督的 黄珊珊监督市场处 然后彭震生监督公务局 这两个都要负责任的 怎么会同意 这个章怎么盖下去了 怎么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不可思议 柯文哲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 吃多人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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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怕了 反正他整成乌传会嘛 反正他烧了 也是这么一个人 最后还是烧骨扬灰 他多实践 多实践的一样 要谈司法 第二个问题要谈司法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问题 柯文哲现在到底收到船票没有 你不是想要收到了 我认为第一个 收到比较正常 不收到 这个事情都打掉了 因为你现在19号 要去包围民进党中央 对 那我是北建 路权都拿到了 那我北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应该这个案子已经到了 全是国人皆知 各台都在讲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的发动 启动侦查时间很早 大概在二月份 过完就例过完年开始 就开始启动 其实在 就例过年前 我已经在开始查这个案子了 我也在找 透过管道 跟市府的朋友 在收集资料 没有透过议员 我也在私下在想 我知道他哪些问题 因为我是想告他嘛 你知道吗 我对他反正 你还不放过他 他已经够惨了 那你还不放过他 他告我 他先告我嘛 你听我讲嘛 那我这个人就是以爆料为乐的人 你也知道嘛 因为我本来 我现在讲说 我把故事倒回到二月份 讲给你听 我认为二月份了 结果拿不到资料 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就我认为那个时候的北检 相关的侦查座已经开始了 所谓的监听挂线 还有扣 所谓的扣这些相关的公文书的资料 已经开始行动 所以相关人的不敢讲话了 对 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 有一个退休的前检察官告诉我 他们的处理方式 会在早期开始 一次跟市政府调50个案子 那你不知道要查什么 就在这方式帮我查 我只有案名给你 通通来来来来 来50个 其实我里面有一两个 我真正要查的东西 所以你想案砍都没办法案砍 结果这个案子已经曝光了嘛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应该照理论上讲的话 他不太有必要 要去做搜索的动作 搜索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东西 现在有两个东西 一个公文嘛 一个是钱嘛 柯文哲有没有把钱藏在家里嘛 因为钱最重要 追金流最有意义 他不会在账号 柯文哲这个人他很小心 他不相信任何人 那他一查的话 他的钱被查出来 就是起码 不明财产最是确定的 所以现在搜索没有意义了 但是奇怪啊 那时候没有意义 他告诉19号 他怎么敢去包围呢 后来我想通了 他就表示他可能没有收到船票 他要给你用威吓的方式 赌一把 就给你恐吓 恐吓北检嘛 关键是北检嘛 那北检检察官会怎么办呢 不需要搜索的情况之下 再搜索 要跟你 要跟你跟高宏安一样嘛 画面拍出来嘛 15路20路30路全面搜索 硬干了 因为跟你硬干嘛 现在没有 北检察官没有路走啊 检察官也没路走 因为案子一直发出来啊 对不对 然后要不要压人 一定会压人嘛 因为相关资料早就在手上嘛 因为谁负责稿钱 谁负责签章 这个案子承办人不要收押 裁判一定会被收押嘛 有承办人收押 柯文哲就跑不掉了 柯文哲今天到了北检去当证人 他不是讲说有人拿两亿 要把他收银压 收掉吗 好那董伯伯看啊 你说特别要提醒我说 看柯文哲今天的表情 这是他进去的表情 这是他过安全门的表情 其实都有点凝重哦 可是他出来了以后 非常的开心 非常开心 还急着赶快去领证人费用 你说这件事情 把柯文哲吓死了 对吧 这个表情 一个是严肃 一个是笑脸 我刚刚还讲 跟里面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 他是一真一假 把柯文哲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 首先柯文哲来到北检这个消息 有没有任何人知道 没有 完全没有 事前保密通风 密不到家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柯文哲 什么时候对于自己的事情 这么隐秘了 他通常不是都放上头 各位我要去哪里了 大明大放 对于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低调 这么不敢讲 然后完全没有让人家 遮遮掩掩掩 手在北检的记者看到才知道 对嘛 柯文哲理论上来讲 有事情有活动 什么怪事他都干了 北检这个是应该很好的宣传机会 应该让大家知道 结果没有 柯文哲 你看 进来之后 表情非常凝重 表情非常严肃 甚至默默掏出那种手机啊 钥匙啊 搞得跟自己好像有兴趣一样 结果 保留哥你知道他来干嘛了吗 干嘛 当证人 而且跟你讲 别人问他说 今天为什么来北检 好问题 就不回答了 对对嘛 他这个闭口不谈 对不对 不想要对案情讲太多 那我直接跟各位讲了嘛 他为了什么来 他是为了余金宝 当时的两亿美金 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 两亿美金的时候讲说什么 柯文哲 我跟姐娘的 国民党 我照顾两亿美金 哦 要把我当副手 保健哥请问一下 他请问到底是证人还是世主 很显然 他就是世主嘛 那为什么今天北检要调他来 因为我们要先了解案情 才可以做什么动作 证人转被告 否则我就问他证人 那请问一下被告是谁 没有被告 没有被告吧 所以被告还在等待当中 那你说柯文哲为什么出来 说宇轩你这样讲不对啊 那代表说柯文哲出来的时候 诶诶 里面很顺利哦 是不是检方对他没什么意见哦 他才笑出来 当然不是 而且他急着去领那个 540块的证人履费 保健哥你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这500块一定要领到 我跟各位讲 因为柯文哲要验名震身 他跟各位 慎重曾经说 诶 各位啊 我不是被告哦 我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到现场 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 他当然要去强颜欢笑 表现出一副泰然自弱的样子嘛 我跟你讲 证人履费530块一掉你 开什么玩笑 柯文哲身价好几亿 他哪有差这个500块履费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说 我来到这边 我没有任何犯罪事实 我不是罪人 我也不是被告 我只是一届证人 而且我一派是泰然自弱 但保健跟我平心而论 请问一下柯文哲的内心 真的是这么泰然自弱吗 不泰然嘛 当然不太难 请问一下今天这个4月23号 柯文哲来到北检 有上过法庭 有上过侦察庭 有被检察官要求应讯的人 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这个多久之前就跟你讲了 一个月前就会寄空文書过去了嘛 所以这一个月当中 为什么柯文哲对这件事都闭口不谈 不敢讲 对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陈志汉比柯文哲还早 早一个礼拜就已经被北检掉了 所以战狼小姐姐已经去过了 那请问一下 所以战狼小姐姐最近才这么安静嘛 柯文哲最近才这么安静 各位 我们终于破案了 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聊说 欸 请问一下他收到这份文件了没 收到了吗 当然收到了 我跟各位保证绝对收到 因为我最近也才当证人 一个月前就会知道了 所以你终于理解 你也收到了 柯文哲的怪型怪状 为什么最近这么不柯文哲嘛 问他什么时事问题 他也不回答 然后问他台字光 保理哥请问他下去卖了之后 还有没有再聊台字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了 我跟你讲 我回答太多遍了 不要不要再回答了 都不讲了 都问他赖星人内阁 你们只有三家 我这人会给你们独家 不行了 独肉 也不回答 什么都不回答 所以他开始要爬法院了 嘴巴就闭起来了 对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法院这个只是 我们讲开箱而已 第一枪 这只是开始 当然啊 我问一下保理哥 余金堡这个案子算是什么答案吗 当然不是 那好 各位这时候问题来了 明明通常检察官遇到这种案子 他会做一个动作什么 直接牵截不起诉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具体试证的案件啊 不重要的案件啊 那为什么柯文哲硬要掉来当证人 所以很显然柯文哲也清楚 有人要针对他 有人要对着他而来 所以说以前这种案子 大家在选举中打口水战 照理讲你选举后就直接牵截了 没有人说选举后还在搞这种的啦 对嘛 如果说这种要搞 各位我举个例子好了 马英九身上大概100多个案子 那马英九可能100多天 一整年365天天天都要出庭了 为什么最后都没有 因为就直接牵截 检察官知道这个不是什么案子 但显然 为什么现在检察官每个人越越欲试 很简单 我问一下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保险哥 五六月的时候 检调系统要做什么事情 检调系统要大风吹 换人 申主任检察官 检察长要掉来掉去 那请问一下 现在对于这些检察官而言 如果你接到柯文哲的案子 你办不办 当然办嘛 余金宝这种案子都办了 再请问一下 台志光办不办 请问一下我们讲T17T18 星光晶 我们讲的北四科案子办不办 所以柯文哲知道自己倒大煤的状况下 显然他在跟赖兴德示弱 连2028年说 喂温姐 2028我看身体状况 那你不是一虎反顾平一世 现在要跟他看总控 所以现在他什么都不敢表态 什么军公教的啦 国会改革的 能闪都闪了 他连杨宝珍都不敢表态了 之前有没有 杨宝珍的时候 第一时间来说我会认证 叫他去 我看他去那边应征面试 后来再问他一次说 没有啊 杨宝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什么事情都跟他没关系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别人问他反渗透法 他就开始摸肚子说 啊我肚子痛了 我开始等我上完厕所再说 上完厕所人就浪杠了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仔细看到 在立法院有一个怪事情 立法院是不是最近的 黄国昌不断的声音越来越大 直播流量也比柯文哲大 柯文哲问他立法院室 你通通说什么 去问黄国昌啦 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 什么意思 代表这都黄国昌干的 老实人不要吹我胜小 他不是我胎 都疑都疑 我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所以各位 当昨天你知道吗 在地震的时候 大家讲地动三摇 心里七上八下 柯文哲大概 也在七上八下 对对对 所以你仔细看 现在他就连我们讲 北四科也好 金华城也好 案子他都开始一推三不管 为什么 你看他说 北四科案子我非常清楚 插的时候 台志光人都被收压 不要转移焦点 等一下 柯文哲的原话是 北四科这件案子没问题 但他回到台志光那天 他的案子他怎么讲 他说台志光这案子 我没有问题 这说法不一样啊 这说法显然不一样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很清楚 北四科这个案子 会牵扯到谁 会牵扯到黄三三 会牵扯到星光金 会牵扯到吴欣宇 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 这个案子 如果被一锅炒的话 破口不止他一个 可能所有人 每个人 大家都会倒大煤 所以你看 黄三三也在脸书上讲说 这个案子怎么样 然后讲一堆金人宝 就是不讲TCT18 所以很显然 柯文哲现在最担忧的是 如果案件一个一个爆 黄国昌可能会害死他 黄三三可能会害死他 而对于他而言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只要我明哲保身 不管是怎么样 勾建卧薪肠胆 我先弹起来 鼓起来 一无反顾 救一次 好 玉凤 刚刚讲的 这是有学问的 我今天到了法院 或者我今天到了北检 我去当了证人的时候 这个证人旅费一定要赢 这个证人旅费代表什么 代表不是什么补贴家用 代表我不是被告 对 其实这个美港 他不是看我们的节目 就是有人教他 因为我们常常去北检 去开庭 然后每次要骗记者去 一定告诉你 你是证人 你不用担心 你就来做个证 做完证之后 签名的时候 苏机官也对你微笑 检查官也对你微笑 你都觉得满满的善意 可是你一定要到一楼去 这个东西来讲 为什么他 讲他是特地下来呢 因为这两个地方不顺路啊 不顺路 你在二楼开庭的时候 你下来其实离开就好了 但是你要特地跑到这个法警的对面 然后来领 你在领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美港 你要先把你的身份证交出去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 我们就曾经带了记者去采访 然后去应讯 应讯完之后呢 就说那我们去领一下证人好了 结果呢去领的时候呢 他就说不好意思 这一张今天不能领 我说我们是证人啊 他说恭喜你 刚刚转被告了 被告 对所以呢 他绝对不是为了天补家用 来领这530元 领了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想问了一件事情 他不敢问检察官说 你会不会把我转被告 我干脆去下面 你领了证人的差旅费之后呢 530元 就代表你现在不是被告 对 代表说这件事情 不只是现在 大概就过关了 因为如果是北减的话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条理的 如果后面还要砍你的话 就说你晚一点 我们再看看 所以他这件事情过关了 对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的话 应该就没事了 拿到了这阵的女费 欢喜的不是这530元 欢喜的是 关关难过 关关过了 先过一关再说 对这一关已经过关了 所以这才是里面的一个makeup 好的另外一句讲的 现在台资光有一个新的消息是 台资光母公司现在在台通 爆内线交易 包括他不是抓一个人 董作家里面9个人都捞了上亿元 董作家一堆人都被约谈 这件事也就是台资光 已经向上延伸了吗 现在来讲的话 台资光的母公司就是台通 台通那个时候呢 发表了一个重训 然后告诉大家说呢 要买回库藏股 维护股东的权益 结果呢 稀里呼噜之后呢 20几块的股价 冲到了30几块 冲到30几块之后呢 搜索 然后呢又掉了20几块 所以呢 很多的小股民 在这样上中下息 里面死伤惨重啊 可是呢 后来检调查出来说 在这里面有9个人 竟然有在这个时候 买卖精准 所以呢 获利了上亿元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案外案 杠出来之后呢 杠上开花 还要继续用内线交易 来持续侦办 好的 台湾的案子 会向上延烧吗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一定会向上延烧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你们参美市政府 柯文哲市长这边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你一直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要用他们的 因为要给大家安全 所以呢警方 可是他有那支 好龙斌盖的母约 我只能这样做啊 好 重点来了 如果你这样子 你说你因为 这个好龙斌的母约 一录下来的话 每一年都要重新 别的预算 每一年你都要去验收 大家就来看看 我们入口监视 验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验收很烂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你根本看不到东西 你要怎么验收 每个入口 系五高架 新北环块 这个是404 这个是直接错误 这是点不出东西来 然后水源快跟西州接口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到底要看到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告诉大家说 你的传输品质压缩的太严重了 你的镜头 摄影镜头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要看这个车流 不管是交通局的 不管是警察局的 我入口看这个车流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我要看清楚 车流到底多不多 这是民众可以点进去看的 你点进去 我到底我要看什么 然后警察要看的是什么 警察要看的是 所以你说 这一套的品质很糟糕 非常非常的烂 不要说糟糕 你看这些东西 警方要看了 建制这一套 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警方 警方要看的是车牌 因为如果你发生了 抢劫案件 发生了治安案件 我要看车牌 保洁哥 这个是要怎么看车牌 我只看到了一个 龟派气功 我只看到气功波 我要怎么看到车牌 然后一天到晚来讲的话 这个是给我看夜景吗 你架在这里 我是要看什么 你这么远 隔了一个盒 我都要看夜景吗 所以其他的地方 全部都是404 404 不然就是说 连线人数众多 请稍后再连 但这个是障眼法 因为有人一直去试 永远连不进去 所以这个东西 现在来说的话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当初验收怎么过的 你当初验收 过得了 是不是有人护航 然后另外这个的话 前面 有什么 竟然有这个交通号制 的路标挡住 你要设在这里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以我们出浅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反正 你今天要验收 就是要几根 然后要有多少传输 你要几根 我就给你几根 乱做 乱做 坐在这里要干嘛 前面就有东西挡住你 你还要做 所以这东西我真的要问大家一件事情说 那你到底是怎么验收出来的 好 所以无头 今天柯文哲跑到了北检去当证人 出来以后拿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旅费 他喜行于色 他真的过了这一关了吗 那个案子就是余金宝 余金宝被他害到听说了 我一个朋友跟他认识 然后他也收到船票了 然后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眼睛都快掉下来 我说好意帮柯文哲忙 也没有干什么 柯文哲怎么这种人 跑去咬他一口 咬他一口 今天跑去出庭 出庭 那当这个是 这是 好像是民进党的人告发 对 那告发庭 现在是这人人没有关系 那可是再发展下去的话 这人转被告 随时都有可能 就不知道 但是他开始已经往北 他的行动已经开始跟北检迈进了 你说这只是个开幕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 对不对 他这个后面的案子 你知道 我们昨天前两天讲 他有九大案 对 随便捞一捞就是七八九个案子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今天当然一开始很低调 因为那个 那个是一个安全门 要检查 对 口袋东西要捞出来 你知道吗 我常去 你常去 那我 但静者都会在那边堵你啊 柯文哲不是一件啊 你看到没有 现在台志光这个案子 现在目前还在发展中嘛 台志光这个已经有人收押了嘛 收押你看到今天有又传出内线交易啊 内线交易的这个台志光董事长家族 赚了一亿多的金额 内线交易赚一亿多 我看这个公司很小 那公司不到二十亿 才十九亿多啊 他怎么搞的 怎么搞到一亿多的获利 这个很恐怖耶 表示他价差很大嘛 然后数量 因为他的股票总数不多嘛 才几万张而已啊 怎么搞那么多钱呢 这表示这个要下手很重 下手很重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个 一个猫腻的地方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你有另案 现在开始出事情了嘛 所以台志光董事长 如果本身是内线交易当事人的话 而又有实际上的证据 又被检方搜索到的话 检方今天可以 可以要求 这个院方可以申请积押嘛 如果他这个另案积押的情况之下 他就有可能当污点真人 他就有可能去咬柯文哲 或是中间人 然后第三点 我跟你讲 我最近 就这样 听到这个民进党 民众党的人士 私下在谈 他每天都要注意这个整个 他的司法的发展 因为台北市议会要开始 要搞调查小组嘛 所以他们认为柯文哲 燃逃最后被起诉的命运 因为起诉变成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依照民众党规定 停权 所以党主席要辞掉 因为他们前面案子 处理高宏安的时候 他的指示 柯文哲案 就叫他们的人 就搞高宏安的时候 就搞到高宏安现在被停权 高宏安现在不是民众党员 是民众党员 停权状态 停权状态 就变成不能够提名 所以那他的问题麻烦 就是他辞掉党主席 他辞党主席 马上要补选 那谁会当选 黄国昌 当然是黄国昌嘛 所以黄国昌 所以大家看 这个事情精彩了 我跟你讲 你自己隐囊入室 最后黄国昌 在年底以前 一定会当选民众党党主席 我们看今天柯文哲到了 北显以证人的身份 他今天非常高兴 还特别当着大家面 去领那个所谓的证人的旅费 540元还是530元 证明我是证人 我不是被告 所以你说他接下来 他可能要面对很多的一些麻烦 特别现在台志光 台志光现在有内线交易 而且现在台出来说 台志光的品质非常差 当时的台北市政府 你是怎么验收的呢 柯文哲今天是因为 那个两亿美金的副手说 去做证人 他到现在为止也没讲清楚 到底是谁要收 我一定要当给他两亿美金 然后今天是领证人费 对不对 你接下来这个案子继续 你会永远是证人吗 话是你讲的啊 对不对 你证人只要举出来吧 你不能证人说 我证人之后我胡说八道 对不对 到今天记者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都不太愿意回答 他说这个好问题 都是啊 你不要问他会不会跟你讲 这题跳过 然后就去讲台志光 因为记者接着问的就是 你另外的那个 北市科 北市科跟北流的案子嘛 对不对 结果他就想说 你也不要问这个 你不要去查台志光 那结果今天台志光就发现说 母公司就发现说 当初那个内线交易 那你当初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当初到底怎么签约 而且 今天来讲 你的北流 对不对 1.9亿摆在那个地方 你还想要 还叫 还叫那个 角安夫妇 对不对 你监察院都已经纠正你了 对不对 你还叫角安 拜托你赶快去解决 你当初为什么会有1.9亿的工程馆 留在那地方 你先垫付了 然后不知道谁该出钱 也自己没有把它付掉 最后说讲完自己要去处理 这些东西将来我觉得 查下去 慢慢查下去 都会 可能会有司法 会有麻烦吗 我觉得 尤其像他那个北市科的那个东西 那个看起来 真的是很怪 可是他讲的那个公文 我们都留着 那绝对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人家问到这两个的时候 你要去讲台志光 对不对 你应该想说 这个东西 你们尽量查 无所谓 对不对 而且北流那个东西 他到现在为止 那个东西真的是有够离谱的 你东西做了 然后你把钱付了 最后这个账没有办法销 然后留给蒋万安 你当初自己不愿意出这个钱 现在蒋万安说 叫蒋万安说 你把这笔钱吞下去 那个东西怎么会合理 而且所以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蒋万安不愿意查 但是问题是 那个市议员不放过你 蓝绿的市议员就说 你的案子要一个一个查下去 问题也不是只有这两个案子 也不会只有台志光 你将来所有的案子 我觉得蓝绿都会一个一个盯下去 我都不要想到 简苏培跟张思康 两个人可以携手合作 携手合作弄了一个钓鱼小组 钓鱼小组要查什么 查柯文哲在任内留下的一个烂摊 搞了半天清华城只是其一 然后那北市科只是其二 另外有九大案 而且这九大案 都跟他的财政纪律有关系 特别是北市科 我觉得最妙的是 黄三生今天有解释 可是大家提议的是 这个土地你干嘛要建价标授给这个所谓的星光金 结果他一直解释宝 解释金人宝 那不是此地无赢三百两吗 对 宝洁哥这件事怪啊 怪在三个城市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大家开始会针对星光金这些放大进解释 因为你的副手就是用星光金的公主 对不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好了 T17 T18也好 大家最为真点是在于说 你怎么会50年就只需要44亿 因为宝洁哥那个是地上权 44亿来讲能不能回本 当然能回本 这是非常廉价 根本就是贱卖的方式 直接提供给星光金嘛 再第三个事情 今天你看 包括我们讲 刚才黄三三聊到金人宝集团 他还是位于在T16那块地 相较之下 大家外界在讲 T17 T18来得更为方方正正 但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各位你知道吗 金人宝他有提供什么 投资计划数 那请问一下 你今天星光集团 有没有提供投资计划数 没有吗 完全没有啊 所以大家讲 你为什么需要投资计划数 因为当你要把这东西标售的时候 地上权的时候 他市政府要知道 你相关未来的回馈 包括你可能的营收 你可能的营运 他需要知道 你完整的对这块土地的规划 结果这些通通不需要 价格也比别人低 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两块地 送给了星光集团 提供给了星光集团 你只拿了44亿 所以这当然大有问题嘛 结果你黄三三从头到尾 没有办法针对星光精这两块地的明目 这两块地以外 只有说他不需要 这种完全 不是 我觉得他非常妙 他底下讲 公开透明就是公开透明 扭曲事实不能掩盖真相 说清楚一点也不难 好 我们就开始说 可是人家讲 大家执意的不是你的 T17 T18 这个两个给星光精的 那你呢 执意的是这两块 没有执意这个T16 你给金人宝 他从头到尾 一直在解释金人宝 一直在解释金人宝 讲到后来 他才星光精都不敢讲 底下只讲 至于T17 T18 则是与市府通案设定相同 讲了半天 你藏在最后面 不是 宝刘哥他没有藏 他连星光精三个字 都不敢写出来嘛 他那星光精三个字 都不敢写出来 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我当然知道金人宝很好 我当然知道金人宝没问题 你前面解释了这么大大堆 然后说金人宝没问题 金人宝很好 然后T17 T18也一样 连星光精都不敢讲 所以我讲白了嘛 你开头讲说 不需要投资计划书 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 就是你自己说不清楚 讲明白 心里从头到尾 对这个案子就是有鬼嘛 包括金华城 那个农机奖律 连好农兵好市长 都挡下来说 不能再增加 就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在柯市府任内 从三百多的容积率 变成了八百多 所以你说 当然现在不分蓝绿 要组这个调查小组 就是要针对这个案子 一条一条把它算出来嘛 我其实最早跑的是公共工程 跑公共工程你很清楚 追加预算有时候难免 有时候这个物价的波动 有时候有些风险 所以我没有看过 有哪个公共工程 没有在追加预算 可是我看北流的过程 刚讲了 今天科问者你要讲 你要开大门走大陆 如果说你今天 真的因为物价的波动 因为所谓的工资的问题 或者是劳力问题 各种可能的风险 你必须要追加预算 你就开大门走大陆 你就叫博来 他不是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我来跟你这样交界 我也不敢跟我的这个什么的 上司这个文化部讲 我也不跟任何讲 我就偷偷摸摸做 偷偷摸摸抓到了以后 做不下去还说 你不是来卡我 没有人这样干的 还有你低果在市场一样 今天你真的觉得预算不够 我就一点一点做 就有一些东西可以追加 然后我说六层楼 你盖五层楼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重要的安全设备 放在第六层楼 你逼 那不叫追加预算了 那根本就叫偷偷摸狗了 对 保安哥说 你讲了一个重点 代表这九大案件 它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它第一时间用最方便 而且最低廉的标案的价格 先提供给厂商之后 但是真正的钻头 全部通通藏在哪里 通通藏在后续里头 但是请问一下 发包是不是发包出去了 厂商是不是拿到这个标案了 所以这个才是它真正的目的 反正我们第一时间 先把这些事情也搞定 后续你要怎么赚怎么赚 所以这个概念 跟社载也是完全一模一样 各位 柯文哲说 我要这个认内 社载 我要充非常多 结果他说 我这个还债还得厉害 结果各位 你现在发现 它都是挖东墙 补西墙 你知道光是为了 他弄成他社载这个大饼 他取债取了多少吗 高达680亿 他们有换算过 在民国你知道 几年还得完 148年 因为他分年摊提 他不可能是每年 他不是有财政纪律吗 他不是不但为台北取债 他还为台北还了很多债吗 摊提到148年 所以每一年看起来 都只要缴一点点 就跟你房贷 如果延长到100年 你就觉得无痛 所以柯文哲玩的 就是这种把戏 所以你仔细看看 他所有的做法 你什么都没做 你还付一大堆钱 而且你刚才讲到 北流的案子 北流各位还记不记得 柯文哲那时候 在竞选总统说什么 北流我盖了 我负责 那时候还拍个影片 然后出来宣传说 自己的北流中心 多么热豪华 然后做得多么好 就现在被人家提爆 竟然还欠了一笔烂账 而且这个烂账 坦白讲金额不大 大概1.9亿元 那你知道保德哥 真正问题是什么吗 根本不应该欠嘛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在编列的时候 就把什么技术服务费 还有厂商这种 电机设备费 通通去掉 保德哥你在开我什么玩笑 请问一下 你在弄一个所谓的 我们讲新建一个标案的时候 怎么可能不需要 这两样东西 就后续发生纠纷之后 你知道要怎么办吗 摆烂 我拖 然后每个月增加 80万的利息 80万的利息 就这样一直滚 一直尬 然后整个台北市政府 变成盘纳 而你就想想看 这些案子 任何一条 如果只要蓝绿 查到一点追根就底的 往上去烧 柯文哲会安然无恙吗 所以我早就讲过了 欢迎他去里面坐坐 里面走走 好 所以 刚才讲 今天 大概从里面有看过说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个党团合作 要去查柯文哲的帐 那柯文哲这个帐 是真的有问题吗 其实不只是 国民党跟民进党 连民众党的议员 他大概也护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民众党的议员 他也不敢党 这个调查委员会 他只说 他们也愿意加入 这个调查委员会 大概在事迹而动 这个调查委员会 大概上礼拜 减苏培就打电话给我 问我说 这个四北科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2021年 就开始查这个案子 当时我在这个民政委员会 在看地震局 在主导这个案子 你说这三块地 你查很久了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 光是心算 我就觉得这个 算术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这三块地 在同一个地方 同样的这个条件 他们的公告限制 他们的容积率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他们的市场价值 应该是一模一样 就这一块地 T16 17 18 然后他们标给 星光人寿跟人保的时间 只差一个月 一个月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人保是用 60万3000 每一瓶的权利金价格 租到的 可是星光人寿用的是 37万3000 差这么多 对 一瓶的价格 你换算下来 每一瓶 你将近差了 大概20几万 那你将换算下来 你全部的价格 大概差了20几亿 当时我就问了地震局说 你为什么会用 这么低的价格 租给星光人寿 好了 当时我又用了 另外一块 国产署的地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叫做这个世贸的地 世贸三管的地的地上全 因为世贸三管的地上全的地 跟这一块T18的地的大小 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的公告限制差7倍 世贸三管当然比较值钱 当然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底价 通常是以你公告限制 去算底价嘛 如果你的公告限制差7倍 你的底价最多也只是便宜7倍而已 可是我们的底价 居然便宜18倍 只有1.18分之1 所以这个底价 你说星光人寿标到这个价格 是他幸运 没有人跟他抢 他很幸运 可是市府为什么一开始设定 极低的底价呢 可是黄山又讲了 17 18跟市府同外 他又讲了 这是价格竞标 没有啊 价格竞标是一回事 可是你市府身为地主 你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么低的底价呢 你地主不是应该出一个好一点的价格 尤其是这几年 大家知道 这个2021年 这是台北市这几年 土地不断的在飙涨 房地产的价格 正在往上飙的时候 你说2021是起涨点 对 2020就开始起涨了 大家知道疫情没有造成台北市的房地产崩盘 反而因为资金的回流 一直在上涨 所以我们的公告限制 当地的公告限制 每一年都在涨价 地震局手上都有资料啊 台北市难道是冤大头 是潘纳吗 看到公告限制一直在涨 可是我们却设定一个 比行情更低的底价 去进行标注 这不是傻子才会做的事吗 而且更不合理的是 按照中央的法规 我们的权力金是有一个保底的规定 也就是不得低于市价的三成 但是这一块地 居然只有市价不到两成的底价就设定租出去了 我曾经问过当时柯文哲的爱将 地震局局长张志祥 后来柯文哲推荐给高宏安当秘书长的那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你没有保底的这个三成的规定 他说柯市长要求拿掉 他为什么要拿掉 108年的时候拿掉 没有理由 他说柯市长怕租不出去 怕业者嫌太贵 怎么会太贵呢 怕人家嫌太贵 人家金人宝用一瓶六十万的价格来租 哪里怕星光人寿太贵不来标 星光人寿是用一瓶三十三万来标 所以只差一个月 然后T16 17 18 如果观众朋友看这三块地 明明就在一起 那所以我是要感谢金人宝的大方 还是我要崇拜星光人寿的聪明呢 然后更 你说如果基本差很多 或者你是麒麟地 或是不漂亮 也就算了 大家都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是一模一样 他们的容积率 他们的公告限制 他们的公告地价 他们的租金条件 一模一样 如果说他们是差好几年来租 当年比较便宜 现在比较贵 那也就算 他们只差一个月来租 所以为什么黄珊珊 标案差一个月而已 只差一个月 所以为什么黄珊珊 那谁先标的 星光人寿 星光先标的 对 所以为什么黄珊珊 她只敢提金人宝 她不敢去提T17 T18 星光人寿 难道星光人寿 没有利益冲突吗 那个时候 吴欣盈已经是民众党的 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内的人选了 然后就刚刚 像雨萱刚刚说的 更可疑的是 T17 18是先标的 她当时的评选 是采取二阶段评选 也就是资格标跟价格标 就两种 资格标 跟价格标 二阶段评选 资格标就有猫腻了 对 可是T16就很奇怪了 采取三阶段评选 资格标 价格标还要多看一个投资计划书 那奇怪了 同样加起来是一万多平 T17 T18加起来是一万一千七百多平 T16是一万三千多平 都很大啊 你如果说T16特别大 说我要看她的投资计划 也就算了 17 18加起来是一万多平啊 为什么你不需要看她的投资计划呢 两阶段就OK 给你星光人寿 T16就我要慎重一点 我要看你第三阶段 我要看你的投资计划 为什么呢 所以台北市政府柯文哲 你在这三块地上 你有太多说不清楚了 只差一个月耶 租金差百分之六十一耶 百分之六十一耶 你这个房东也太恶毒了吧 你涨价一个月说 不好意思喔 现在行情不一样了 我给你起百分之六十一 这是什么样的房东 这是什么样的租金行情 好 所以董事长 这问题就懂了 你以前负责台开的 对 我现在解释一下 如果是星光先标的话 一个月之后 然后金元宝 这个时候他们总价 大概差了二十一亿左右 然后单价的话 差了一倍 将近一倍了 一个三十多万一瓶 一个六十多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 台北市政府就应该 非常警觉性知道说 糟糕这案子惨了 因为这案子很明显 变得独立他人了嘛 那差一个月时间呢 差一个月时间 我现在被人卖便宜了嘛 我卖便宜我就要开始准备找相关措施出来 你知道吗 否则的话 我这个标怎么处理 我现在问你 我现在市长 我第一个 我参加过很多政府标案 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这个一个月时间就造成了 将近二十多亿的价差 我现在讲很简单的 这个案子 这根本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问都不要问 这个光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这个事情 根据关键时刻的说明 就可以成案 成他之案调查 那查什么呢 查很简单啊 怎么会那么大 怎么会涂利星光二十多亿啊 这个明显涂利星光 可是黄山政府跟你讲 十七十八十跟市府通案的地上权 做法一样 价格竞标 而且我们二十多万都是这么做的啊 那我现在都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我说要用他自然马上调查 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 因为第二个案在标的时候 你底下怎么定的 你底下怎么定出来了嘛 几个人有没有竞标嘛 有几家竞标嘛 只有一家吗 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违标的嫌疑 是不是有绑标 资格标 资格标你是不是卡住人家呢 所以你投开标程序 要拿出来检视啊 这个才是问题失所在 这不合理嘛 差一个月差了便宜人家二十亿耶 而且又有很明显的图例 他这个有关系人交易啊 这就是关系人交易嘛 因为他是你的副总统 后来变副总统 好了当时不是关系人 后来变了关系人 当时就是啊 他是他的不分区啊 不分区立委名单 已经是不分区立委 所以已经是有明显的关系人交易了嘛 那就是你就开始 柯文的头就大了嘛 就要做补强跟相关的法律的救济程序嘛 甚至于不排除 要把星光这个标废标嘛 这可以啊 不然怎么办呢 我现在昏倒了嘛 我现在配了二十亿 到今天来讲的话 明确的很明显的 因为吴幸运是他副总统 他土地他人 有关系人交易 这个检察官问都不要问 明天就可以成案